IQI 那时候是18岁 中学的时候 高中 他有过这样的一种意图 他说 你可不可以来边过夜 这样子 然后讲一些话 一些举动 我怀疑 但是我们还是很尊重法师 因为年轻的时候看到法师 一定要尊重 而且他 有些法师有才华 你会特别仰慕他 那时候我每次在外面过夜 我会打电话给妈妈 今天我在外面过夜 你跟谁朋友讲过夜 是一个男法师 我妈就跟我说 你不可以今天晚上给我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很多不少我的一些朋友 包括中学的大学的高中的 都会面对这样的现象 但面对这样他们都不讲 不讲的话就会纵容这个法师 继续的这样下去 有一天他得逞了 或者他做过几次之后 被揭发出来 损害的是整个佛教的这个形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一个机制 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包括法律的问题 不道的问题 种种之类 我们可以从各种面向去谈这个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因为假如当事人 比如说刚才正会所举的例子 一个十多岁的少年 还是少女 是什么样的 一个法师 他不是真的侵犯你 好像有一个意图 好像有些奇怪的举动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讲 到底要跟谁讲 我感觉到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很难消化的 我觉得当时正会刚才讲的那例子 有可能是你的妈妈已经有听过一些 有听过了 你快点给我 你回来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要透过 假如这么不巧 你母亲没有听过 那么你觉得OK 但是就可能会发生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 有我们这种人 有时候就是为了一些利益 而口不遮拦 大概讲一讲 这样的事情 给更多的人知道 大概这种情况 对最起码 未来的一些所谓的准受害者 他有一个种子在脑袋里面准备 一发生了 一犯一下 对 现在我就知道我的权利是什么 然后什么东西我可以 什么东西不需要理他 是 这些 假如这个法师他假如要犯规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 是可以直接抗拒 而且不会有任何问题 是 我觉得这个这个讯息很重要 而且那个法师 那个我说的那个法师 后来他从本来是北传 汉传的跑去南传 然后我在某一个南传试验里面 看到他 他看了下来下 后来过后 我又听说他是还书的 很多奖励 所以最主要他自己本身 这个人需要治疗 他没有找到一个治疗的管道 他就换码头 从这个转到那边转到那边 到最后他自己也受到伤害 他也是受害者 他是他自己的受害者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 主要我们的目的就是 不要使到佛教 对 受到伤害 当然在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希望保护一些比较年轻的佛教徒 是男的呀 是女的呀 男女都有 我觉得 都有的 不然的话事情发生了 就对整个佛教的打击很大 大家都对佛教对法师 实际信心 那个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宗教师 不管在家出家宗教师 或者是弘法人员 包括法师 需要 我觉得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些心理的补导 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东西 因为身心灵我们知道 身体是另外一个层面吗 灵性是另外一个层面 你修心需要多好 你还一直有情绪的问题 你需要愤怒 你的情欲怎么样处理 这个要去管怀一下 为他们好 为我们好 为大家好 都应该去管注一下 这个问题 不晓得一些出家中 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 好像是没有考虑到 我觉得没有 最多只读下心理学 我们要自我面对这样的问题 不容易的 不简单的 对对对 而且有一些 怎么讲的 就是说 因为有人研究过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字眼 就是我们用的一些俗语 一些字眼 是他会影响 他会主宰了我们脑袋 怎么样去看那个情绪 或者看那个心理状态 所以我觉得一个其中一本英文书 现在我忘了那个名字 他讲了一个 他觉得当初他听的时候 觉得很好笑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西藏佛 去到美国的时候 就觉得他说 你们老外 你们太过 You are too in touch with your feelings 他说 你太过扎着你的感受 你不这么扎着的话 其实 你不是要这么 in touch with your feelings 你们不会有这么多问题的 那么 当时那些 那些老外听的时候 他们说 真的吗 有些尝试 其实变成就只是压抑 压抑 对 其实呢 西藏传的那个 因为他们对于情绪的那个 好像讲 feeling 或者 emotion 他的那个 他的角度是用烦恼 因为佛教里面的 西藏本来的语言就是受这个 这个佛教的文化影响很深 所以你就只能够看待你的情绪 也就是 什么叫做 五毒 或者是 不好的 不好的 但是 老外的那套 描述自己内心状态的那句子 它不一定是 外的东西 它可能在中间 中间 但是佛教界 里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俗语 没有一个精准的字 来描述老外的这一种状态 对 所以变成的就是 所以为什么当初 就是佛教一进去西方国家的时候呢 是有遇到冲击 而且是 确实西方那边他们有 有谈这样的东西 慢慢开始改变 他慢慢开始改变 就是他开始会 会整合其他的一些元素进去 就是让他可以精准的就是 就是讲解内心的这个这个变化 我按传佛教用的那个字也是 我们用什么烦恼啊 那一类的字呢 其实不完全精准描述到 就是说有一些东西 他不 他也不是坏 他也不是好 他也不是在中间那边 但是我没有一个秩序形容他 是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是 你要解决一个问题 你先形容的那个问题 先形容出 对对对 有办法形容才有办法解决 对对对 所以我 我倒觉得就是说 佛教的法师呢 不错 就是佛教里面要 解脱的那一套的那个系统 很完善 不过呢 你要解脱的过程当中 还没完全解脱之前 不妨就参考一下一些 世俗角度 这个情绪上 欲望上 要怎样去就是疏打 或者怎样去怎么样 几种东西可能结合起来的话 可能我们可能会看到 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比较健康的做法 不然就是像他们西方有个字 叫 spiritual bypass 绕道 他在情绪上 无法解决一些问题 他绕道 他去到灵性的 久效于另外去享受 很自由自在 spiritually high 很high 但是他情绪上是一团枣 也有很多 我发现很多宗教师 不管他是活佛也好 法师也好 在家人也好 他们有很多的情绪的问题 他没有去处理 他在灵性上享受他的自由自在 但是一来到凡数间 跟人的应对的时候 情绪爆发起来是不可收拾的 他可能很容易生气 可能很容易妒忌 但是他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原来在灵性上 以为他自己已经是ok了的 其实没有 就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压抑 假如是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不少的西藏佛佛 因为有小 还不到一岁就已经认定你了 有小就是那种密集训练 其实对小孩子成长的心理发展 有西方的角度来讲是不健康 不健康 就是你的那个童年怎么样 会不健康 所以就变成这边 我倒认同就是正位所讲的 就是可能是要参考一些 就是可能比较现代的一些 心理发展的元素 可能放进去 其实心理学的发展 是跟佛教的那个内修 是有间接关系的 对啊 绝对可以用来间接关系 应该是可以参考的 应该是可以参考的 是